离婚四年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了 他之前真的伤害到我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了 我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好好过接下来的日子 我真的害怕会重蹈覆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47岁来自成都自由职业 女嘉宾严女士43岁来自成都销售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前妻 这位是 姐夫 离婚几年 有四年了 结婚几年 年今年是19年 哦 那应该是结婚15年 然后离婚了四年 是吧 这四年期间各自都没有新的感情吗 没有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 孩子现在上大一了 18岁 男孩女孩 女孩 孩子在初中的时候你们离异的是吧 对 初三的时候 是一直想复婚是吗 我最近几年一直有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工作忙 所以说才给你们提出来这个请求 行吧 当初为什么离谁能解释一下 其实刚刚开始我们是属于介绍的 因为知根知底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月就定下婚期了 知根知底的概念是什么 知根知底的是因为我的堂哥介绍我们认识的 哦 您并不知道 对 然后你们很快就结婚了 那就算闪婚 是吧 是的 后来呢 结婚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就怀孕了 嗯 在怀孕期间婆婆照顾我 我就没有工作 嗯 这个时候呢 我才真正的和她相处了比较久 可不是吗 然后我就发现她的工作 一般就是不超过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换工作 当时因为她对我照顾的特别好 我也不知道 我就没有考虑太多 我觉得她照顾我很幸福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因为我们是住在她父母家的 就靠父母贴补是吧 嗯 因为我之前有工作 然后我还有点存款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 这个男人还挺体贴的是吧 是的 非常体贴 而且很浪漫 我就觉得很幸福 因为环保宝满 孩子出生之后 这个小碗应该改变了 因为天口开销就大了 对吧 因为后来的时候 我一直劝她找一份 比较稳定的工作 因为孩子慢慢大了会花钱 嗯 但是到我孩子两个月的时候 她都一直是属于这种状态 嗯 这个时候花钱就比较多了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我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去工作去了 那你为啥不去工作 让老婆出去工作呀 其实我换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都是那种工资比较低的 而我的自己想法就是 一定要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好的 那您现在找着了吗 现在我有 后来的时候 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然后我这边也逼她 家里面也逼她 嗯 就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顶不起家的这个重任 然后她爸爸没有办法 就是带着她一起去做生意 做生意的这个阶段呢 当时我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你做生意 然后学会长大了 因为他们家庭条件 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 妈妈特别贤惠 然后我就觉得 她可能是在父母的庇佑之下 长期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自己做生意 可能会成熟一点 但是这个生意呢 也没有做多久 大概不到两年时间 也就因为各种的借口 就不跟她爸爸一起做生意了 然后开始自己做 自己做没有做多久 这个事情就又 做什么买卖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二手房 17、8年前 对 二手房的交易 那真是最 就是起步 然后开始 是的 没抓住机 对 那个时候是机会特别好的 然后跟她一起起步的 现在就上千万上亿的都有 但是她那个时候 就找各种的借口 就不做了 这过去了 其实就过去了 那后来呢 没有做生意的时候 又去找了工作 也是属于 在这几个月 在那几个月 然后有一个 最可笑的事情是什么 她离职了 当时她回来还给我讲 老板就问她 你为什么要离职 其实干得还挺好的 她说因为成都太冷了 当时老板就问 你不是成都人吗 她说我是啊 你在成都几十年都待了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冷 不想干了呢 然后她自己都还觉得 就是冷啊 我就不想在成都 成都本来就很冷 我自己的体质吧 我就喜欢那种热带的地方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去了云南那边工作 那老婆呢 我的想法就是 我如果去了那个新地方 如果我能够 你可别说云南了 就是因为她去云南这个事情 真的那一次 差点就离婚了 为啥 因为她去的云南那个工作 她认为是非常稳定的 其实我觉得 她就是为了逃避 家庭的责任 因为她去的那个工作 特别轻松 但是她工资也很低 她刚刚开始 给我说的是什么 她说如果是我去了之后呢 我在那边稳定了之后 然后到时候 你们也可以来云南玩 然后我就想她走远一点 可能会有责任 有担当一些 所以她会成长 但是在这期间几年 她每一年回来一次 甚至两年回来一次 但是回来的时候 跟我和孩子 家庭焦虑的特别少 然后成天就抱着那个手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抱着这个 她说都是工作电话 然后每天的话 半夜半夜都在玩手机 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了怀疑 因为毕竟两三年没有回来 而且也没有赚钱回家 然后我终于我忍不住 就拿着她的手机出来看了 当我一看的时候 就发现她聊天记录 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特别是 跟一个女孩子聊天记录 每天都上百条 你说的那个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跟他们聊 是聊工作的事情 我本来就是 但是里面的话 就提到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什么 然后我们到哪儿去玩 去什么地方旅游 然后最后一条问她 她说我生日的时候 你能不能赶回来 就是这一条之后 到时候我心里面 就女人的第六感 然后就觉得 我觉得有问题 这个其实是个很正常的 就是我朋友挺多的 而且工作同事也挺多 我们会交流这些 不是这个就不要解释了吧 当时为什么没离掉 我就好奇 然后后来她又去了 去了之后 我心里面就很难受 我觉得她是不是 在外面有什么 然后我就跟她爸爸妈妈说 我说 如果想要这个家庭 好的话 我说还是让她回来 后来的时候 她爸爸妈妈也就 把她交回来了 回来了 对就回来了 回了成竹子之后呢 回来了之后 然后那段时间 就比较安稳一些 但是呢工作一直 还是不是很落实嘛 后来的时候 她有一次 她特别开心 她跟我说 找了一份国外的工作 因为她的英语比较好 当时她这个 我幻想着未来 然后会怎么样 然后将来 如果在那边稳定了之后 孩子也可以过去 说实话 我又相信她了 当时她的父母 其实是不同意的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应该听她父母的 她的父母不同意 然后我还帮助她 说服她的父母 因为她的父母 特别听我的 就觉得 就是我也比较孝顺嘛 但是当时去国外的话 要很多钱 然后她父母是不同意的 所以不会给她钱 然后当时 我就把我自己的积蓄 全部给了她 对 你把老公送出国了 对 出国这个事 我当时也是想了很久 从我自己的专业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做 跟我喜欢的行业 所以我就选择了 关于教外语方面的 那么去了之后呢 我在那边 说实话也是个新人 我的教室的经验也不足 我就慢慢地去沉淀 就慢慢地去做 教中文是吧 对 就我还是希望她们过得好 希望 那仅是希望而已 但是你做到了些什么呢 这期间她也是没有寄钱回来的 然后那一次 她让我和女儿都过去 我挺开心的 然后过去的时候 她也挺好 就到她工作的那个国家 对 过暑假的时候 她还跟我们租了一个 比较好的房子 当时我 我觉得 好不容易 有一家三口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在国外旅游 我觉得挺开心的 孩子也特别的愉快 然后再住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房东过来 他就问我 他说你们的房租还没有交期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不是已经交了吗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回来问他 他说他们那个房子 是可以15天15天地交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房东要房租了 他跟我说 没钱没法工资 那个房子挺好的 又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 是 是挺好的 但是你在国外几年了 都好几年了 然后连个房租都没有交完 然后还让我来交房租 这个是可以分两期交的 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就想 好不容易带孩子去一趟 然后我们一刻在三家 我看他和孩子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我的家庭 小时候妈妈死得比较早 然后我就想要 这种感觉持续下去 所以这些我觉得 钱方面都是小事情 只要大家在一起 比较开心快乐 就没问题 所以我把钱也交了 后边包括我们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都是我付的这个钱 但是我当时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就是你在国外的一些 钱去哪了 是吧 对 然后回来我就 长了一个心眼 然后我就 跟他联系得多一些 我就会跟他打视频 但是发现 有时候 要么就是挂断 要么就是第二天 给我回过来 有时候甚至的话 就是还有点不耐烦 但有一次 我就开了视频 发现他在海边 无意当中 我晃着旁边 就有一个女孩子 后来我跟他发微信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女孩子是谁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是他们同事 一起出去旅游的 然后我就去发现 他的那个 口口空间的时候 就同样一个女孩子 出现了很多次 而且最重要是 他去了不同的国家 还回来一趟中国 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那个时候 学校是让我来负责拍照 所以我拍的 可能比较多一点 你看到那个 不是你想象的 这不重要 那你为什么回国 都不来看老婆孩子 我其实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 要办签证路过 那为什么不回家 你是大鱼吗 你要治水吗 你三国家门而不入吗 因为 你不想闺女吗 你不想老婆可以 你不想父母吗 最关键是你时间紧 你可以打电话说 你把宝宝带来 我回国了 我们在国内见一面 这个说不过去吧 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了 心里面当时我就觉得 我没有必要再跟他 过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 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跟我回国呗 对就让他回国 然后回国最重要的事情 我跟他说了 让他回国 他跟我说 他没有回国的机票钱 我确实那个时候没钱 因为那个开销也挺大的 那在那边要吃 要穿 还要去租房子 我后来是找我哥哥 把机票钱给我打过来 不是 你在国外待了几年啊 待了四年 你在学校里面干对吧 因为我是每一年 都换了一个机构的 为什么每年都换 他有些机构 他那个工资不高 我是最后换到一家 是比较好的 那比较好的钱呢 但是后来 那个学校后来出问题了 行 等人生活分文 人回来就行吗 然后回来了之后 我们就谈 关于离婚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父母就求我 就是说 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我用心软了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然后他也跟我说 让我给他一次机会 我回来的那一天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这次再不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真的在家里面 好好的过 那后来为啥离呢 我后来就找了个好的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做兼职嘛 因为我刚回来 我还是联系以前的那些业务 外语方面的 就是一个月 可能有两三千吧 也能够维持这个家庭的收入了 在哪年一个月收入两三千 也就在六年前吧 可能六七年前 六年前 七八年前 对 这个时候呢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搬出去住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 是买了一个房子的 然后我们就搬出去住了 其实那半年 那快一年的时间 我们生活的都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和女儿的关系特别好 他特别哄女儿开心 女儿特别喜欢跟他一起玩 作为一个母亲啊 你能看到就是三口之家 他和爸爸在一起 那种幸福的日子 你什么都可以忍呢 哦 是 就什么都是可以过去的 后来在一年的时间 那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他天天看手机 晚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 大概我起床了 他在睡觉 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后来我发现他在看直播 但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他的手机 一直在不停地响 他不接电话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他是为什么 但是他只是叹气 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 他跟我说 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对他 但是我很奇怪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说为什么要卖房子 我说咱们就这个房子 就这个家了 如果卖了的话 我们这个家就散了 但是他就不说话 那个时候我回来之后 我虽然说那个两三千 我后来想了一下 可能也不够 于是我就想 能不能做一些新的行业 当时那个直播刚刚开始 我是当时比较早的一批 他们就说呢 你如果 如果给一些大主播刷礼物 那么同时 你的那个等级 就会越来越高 就是互相的嘛 他就刷礼物 刷了几十万 然后我就找了很多朋友 就借了一点钱 借了一点资金 然后在里面刷 他一天晚上 可以刷好几万出去 然后因为 因为借助已经上门了 没有办法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卖房子 当时我说 那咱们这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那之后 然后我就给女儿搬出去 我出去租房子住了 然后他就回他父母家住了 我现在最近找了一个 一个固定的工作 然后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 那么 这几年我也在还 就是 就是如果再过 再过一段 再过一段时间吧 也不多 就很快就会 不是 你还想复婚啊 我们离婚了几年之后 然后因为女儿 一直跟我在一起 然后因为我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女儿 因为女儿是初三 然后又是接着又是高中高考 那为什么爹 爹不是跟她关系好 照顾啊 离了婚 还是她闺女儿照顾了吗 没有照顾 那为啥不照顾 你不是跟闺女儿关系好吗 他们是 他们搬出去住了 我的 因为当时我离婚的 是一个 他说我不准你踏进 我的家门一步 他也履行了这个职务 这男人的心 根本就不在这个家里嘛 这 怎么还在那儿骗自己呢 我犹豫肯定是有原因的 犹豫 就是可能站在第三方来看 就觉得我 我好像就是 就太过于宠爱她了 你爱她 但是因为妈妈去世早 后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在老 一个人在老家 然后再加上后来 出来工作的时候 就是居无地所 到处租房子工作打工 然后我觉得是 她给了我一个家 所以我特别珍惜 她给你什么家了 然后后来还有一件事情 可能是感触最深的 因为现在女儿已经18岁了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是 到时候她谈婚弄嫁的时候 如果别人说的是你一家庭 我觉得对于她来说 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跟她父母 还往来吗 这四年 所以说 你舍不得她杀她父母呗 是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 体会到那种我爱 她妈妈对我特别好 那你认她妈为干妈 不就完了吗 她妈是因为她觉得 儿子对不起你 哎呀 我真是 我真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知道她为什么 要跟你复婚吗 不是因为她心里 还有你 对你有感情 她心里一直没有你 从来没有对你有感情 但是还要跟你复婚 是因为她现在 实在找不到 像你这样的 什么事都不管她 无条件地信任她 又出钱又出力 还什么都不图的女人了 我相信你每天 在照顾她的父母 虽然已经离婚了 虽然已经是前公婆 但是你的前公婆 给你传递的一定是 哎呀 我们家那个儿子啊 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他只不过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他现在成熟了 后悔了 还是心里最爱的是你 你就是对这段婚姻 已经完全扭曲了 你的认知 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真的跟她的这个家庭 要适当地远离 我再猜测一下 大姐为什么还有 跟她复婚的念头 真的不是说 跟这个什么女儿 要不要结婚 有关系 我觉得没多大关系 你知道 你想跟她复婚 就是因为这段婚姻 对你伤害太大了 有些人是因为 受到了伤害 所以要离开 那也有些人是因为 受到了伤害太多了 所以离不开 不就是所谓的 沉默成本吗 我投入了那么多 我都没有换回 公平的同等的对待 我就是不甘心 我觉得她现在 如果我再跟她 重新开始的话 我跟她离过婚 我能够拿住她了 然后她能够弥补 我过往的遗憾 但是你做不到的 其实你要想想 这个男人 不是没有温情 只不过 他没有把温情给你 他不是不会说 好听的话 他只不过把 好听的话 都说给了别人 你就算是 在跟她复婚了 想到过往 这个男人 对你的一次一次的伤害 想到那一副一副的画面 你心能静下来吗 今天大姐来到这个现场 说一说自己 这二十年的经历 受的伤害 哭一哭 发泄发泄 就当做是一次情绪的解压 然后走出去 然后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不要再管她了 如果这个时候 四十多岁的女人 还没有决断力 那你后半辈子 可就是苦难了 男生 你做错了什么 你有没有跟她坦诚地说过 你做错什么了 平时没有把心放在家里面 说的这么委婉啊 你跟她说你的心放在哪里了吗 你跟她交代 你做了什么事了吗 没有 赚了很多 别插话题 你跟她说了 你做过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了吗 说了 什么事 这么几年没有对她的照顾 你还在掩藏 你还在隐瞒 你还在躲 那你为什么要和她复婚呢 要坦白 坦白才能说明你认识到错误了 但至始至终 我们没有看到你一丝悔改之意 你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你知道给别人过生日 你知道去海边旅游 你知道给人打赏 博得人家对你的 又谢谢大哥 但是你唯一不知道 就是怎么爱这个女人 你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女人 我相信你的父母 无数次的让你要爱这个女人 你的父母最了解你了 赵川老师刚才说的 非常好的一句话 问这个女生说 如果你告诉她的父母说 你不做他们儿媳妇了 永远不可能 她还对你好吗 绝对不会 事到如今你还在骗自己 你就是因为对自己 没有原则底线 没有要求 别人才看不起你呢 现在她还敢来到这个舞台上 说我们复婚吧 可她压根不说自己的错误 只是避重就轻 还骗吗 你们一起 他们都在骗你 你是在骗自己啊 清醒点吧 好不好 就这样 听到你这个事的时候 我有三个绝望的点 第一个绝望的点 是她说要去云南 然后你欢天喜地地 给她打包裹的时候 第二个绝望的点 是她跑回来办签证 父母不要 女儿不看 第三个绝望点 就是刚才在说到 她给那个主播刷礼物的时候 有了这三个绝望点 我们觉得这个整个状态里面 有问题的人就已经不是她 而是你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 我公司有只猫 我们那只猫吧 特别不听话 特别不怪 老往外跑 老往外跑 每次往外跑 最长的时候 可能一两天才能把她找到 每次给她找回来 哎呀 全公司的人围着她 续寒问暖啊 哎呀 你受苦了没有啊 是不是瘦了呀 然后给她洗澡 给她洗澡的过程中 那猫还挠人 一挠一挠 一挠一挠 我要琢磨这个事 她是不是跟你很像 她是不是在营严里 就是那只猫 你说那只猫 她付出了什么情感联系吗 她没有 她只是一次次往外跑 她回来之后 也没有对人有任何的依赖 就是不断地在挠人 为什么你会不停地原谅她 为什么你总觉得 她发生了改变 因为你的内心的情感之中 有太多太多的爱要溢出去 要去包裹别人 结果是什么 你树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 这个坏的榜样 是在你女儿面前树立的 让你女儿认为 这样的男人 居然是一个家庭可以包容的 所以我现在问你 你女儿已经十八岁了 你女儿到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的时候 她嫁给一个这样的人 你愿不愿意 那你为什么要给女儿 树立一个这样的榜样呢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跟这样的人复婚呢 让你女儿看到 这样的人就是可以一次一次被包容呢 就这样 我们没有权利阻止你们复不复婚 我们的权利就是把我们看到的真相告诉你 闺女儿是亲生的吧 对 咱就为了自己亲生那闺女儿放过她们母女俩 行不行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心里面还是有愧疚的 我也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在以后的岁月里面 我真的会对你和孩子 尽我最大的责任去保护你们 不管我的收入多少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把以前的那些过失给弥补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而且能够跟我一起 我们再重新的好好的生活 如果你要良知 你就把女儿 今后的生活 给我照顾一下吧 给她做个榜样 是影场前的无数 就可以了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抖音号 并添加关注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与大家互动 解答您的情感困惑 更有机会和他们进行连麦的交流 来吧 预测一下结局吧 男的肯定是出的 我希望女的别出 这只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这位姐姐就不要出来 但是我估计她是会出来的 从女的最后的话 听起来应该是不会出来了 男的还是要执着地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都不会出来吧 尤其这位先生吧 如果他还要点面子的话 应该不会再出来了 来 我们来看看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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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也就灭掉了 因为但凡真有良知的人 真没有脸 再从那个门里跨出来 大概心里想的是 从今天开始 离开这个现场 我怎么踏实地 去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然后努力地 去默默地守候 曾经对不起的那个女人 和已经对不起的女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